希望这位主天平安 让我们一起来读一个圣经 在马太福音第21章22节 我们一起来念 你们祷告 无论求什么 只要信就必得着 这句话非常的有名 它是主耶稣在世的时候 亲自教导我们 说我们要祷告 而且我们不管求什么 只要我们怀着信心去祈求 我们就一定能够得到我们所求的 我非常喜欢这句话 因为这是一句符合逻辑的话 如果你祷告 但是你却不相信 你像一个你所不相信的神祷告 你怎么能够让一个 你不相信的神来帮助你呢 所以信心是我们一切信仰活动的 一个基础 因此我们不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我们是相信我们的神 是又正又活的神 祂能够帮助我们 祂有力量帮助我们 祂也爱我们 愿意帮助我们 因此我们要满怀信心 就能够得到我们所追求的 不但如此 在生活当中 我们做每一件事情 我们必须要带着信心去做 如果你没有信心 你怎么去打仗 如果你没信心 你怎么去比赛 如果你没信心 你怎么去减肥 你做任何的事情 都必须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念 你要相信我可以做到 我要相信神会帮助我们 让我们做得更好 所以信心是我们生活当中 必不可少的一个东西 不管是你在生活当中 或者你在信仰的道路上 来追求上帝的恩典 所以今天我要通过这个经文 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个题目 叫做四个祷告的范本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经历告诉我们 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 在很多基督徒的经历当中 经常祷告 但是上帝不听啊 圣经说 耶稣说你只要信你 上帝就会听你的 就会得到你所求的 但事实上是 我们很多的时候祷告不灵 上帝不听 所以我们要来看一看 四个祷告的范本 我们究竟该如何祷告 圣经当中有很多的应许告诉我们说 只要我们有信心 我们的祷告神就随听 只要我们做个好人 离开罪恶 神就听我们的祷告 只要我们在教会里面 同心和义奉耶稣的名聚集 耶稣就听我们的祷告 一个先生如果爱自己的太太 耶稣就听他的祷告 所以在圣经里面 让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应许 告诉我们说 神如何应允我们的祷告 但弟兄姊妹 关于这些还不够 我今天要跟大家讲 四个比较特别的祷告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 雅各许愿的祷告 有一种祷告叫做许愿的祷告 我们中国人很熟悉的 有很多不同信仰 比如说信服的搞迷信的 他们每到新年的时候 也去庙里面许愿 说神啊 你要是今年让我发财 我一定给你一个猪头 或者是捐多少钱 对不对 我们中国人很熟悉这个事情 在圣经里面 同样也有许愿的祷告 平时我劝大家 不要为了发财去许愿 但弟不喜欢 但是如果在你的生命当中 真的遇到一个危难 遇到一个巨大的挑战 你感觉你非常迫弃的需要他 你感觉你无法承受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是可以尝试去许愿的 在圣经当中有很多许愿的祷告 但是最可笑的是 在《诗事记》里面记载 有一个英雄的人物 他的名字叫耶夫他 他是个勇士 当他要出去打仗的时候 当然他没有把握 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得胜 于是他跟上帝许了个愿 他那个愿许得非常的奇怪 他说上帝啊 如果我这一次打仗能够打赢 当我回家的时候 一个从我家的门出来 迎接我的人 我把他杀掉献给你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许愿 他出去打仗他真的赢了 当他回家的时候 第一个出来迎接他的 是他最心爱的独生的女儿 他就懵掉了 怎么办 这是我最爱的女儿是独生的 但是我已经许了愿了 我要把他杀掉 但至少他是个诚实的人 最后他真的把他女儿杀掉 献给上帝 但弟兄姊妹 这种许愿是上帝不喜欢的 圣经记载这个故事 是要告诉我们 在当时逝世的时代 他们不懂得信仰 不明白圣经 所以他们在信仰上是乱来的 以至于他把他的女儿杀掉 献给上帝 而事实上上帝一点都不喜欢 因为上帝在圣经里面 明确地告诉我们说 他不喜欢把活人杀掉 用来献祭 因为这样的宗教 是一种愚昧的落后的宗教 那并不是圣经的信仰 所以他的许愿是乱许的 他的行动 使他很伤心 但是上帝一点都不高兴 我们不要做一个在信仰上糊里糊涂的人 恐怕我们的牺牲是白白的牺牲 恐怕我们的付出是白白的付出 恐怕我们的忧伤和痛苦都是白白的 上帝一点都不需要 所以在圣经里面 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个许愿的祷告 是哈纳 哈纳 他的老公有两个老婆 但是他不能够生孩子 他非常的痛苦 因为他经常被另外一个 他的情敌嘲笑 因为那一个生了很多孩子 所以他内心非常的渴望 拥有一个孩子 有一天他来到圣殿 向上帝献祭的时候 他就祷告 他跟上帝许愿 说上帝啊 如果你能赐给我一个孩子 我愿意把这个孩子献给你 让他成为一个传道人 让他做一个牧师 让他一生来侍奉上帝 只要我有这样一个孩子 所以他的许愿 上帝一垂听 他真的回去以后 就有了一个孩子 所以当那个孩子出生 断了奶以后 最可爱的时候 他梦眉已久的那个男孩 他就把他送到耶路撒冷 送到那个圣殿里面去 给祭司养 他忍受那种母子分离的痛苦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许了愿 竟然上帝给他 但是这个孩子不是他的 他已经许愿 把他献给上帝 那个孩子 后来就成为 一个伟大的先知 成为一个伟大的祭司 也是伟大的士师 是上帝所重用的仆人 他的名字叫沙姆尔 这也是一个许愿的祷告 当地成就极难的事情 今天在《传世纪》 第28章 20到22节 讲到以色列的祖先雅各 他那一天 刚刚从家里面逃出来 因为他的哥哥要杀他 因为他用了欺骗的方法 验取了他父亲的祝福 他的哥哥怀恨在心 因为那个祝福 本来是要给哥哥的 然后呢 他听从了母亲的通风报信 赶紧从家里逃出来 逃到半路 心中是非常的辛苦 心力憔悴 紧张 也不知道明天在哪里 也不知道他的未来在哪里 所以那一天晚上 他睡在那个地方 就一直做梦 一直做梦 不过他做的是好梦 他梦到了神 为他打开天上的窗户 有梯子下来 可以上去下来 上帝应许给他 所以那一天晚上 他做了很多的梦 但他醒过来以后 他就许了一个愿 所以在《川世纪》28章20到22节 雅各许愿说 神若与我同在 在我属心的路上保佑我 又给我食物吃 衣服穿 使我平平安安的 回到我父亲的家 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 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 也必做神的殿 凡你所赐给我的 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 他许了一个愿 是因为他不知道 他的明天的道路 也不知道他的未来 也不知道他这一趟 逃亡的生涯 能不能 挨下去 所以他说上帝啊 如果你保佑我 给我东西吃 不要让我饿死 给我衣服穿 不要让我冷死 让我能够平平安安 今天出去逃命 有一天我能够回来 回到我自己的家乡 如果神 你应允我的话 我就以你为我永远的神 而且我要敬拜你 把上帝所给我的一切 我都要奉献十分之一 给上帝 在当时的经文的背景下 摩西的律法 还没有洗出来 上帝还没有明文规定说 你相信上帝 必须奉献十分之一 没有 没有这样的法律 但是他已经愿意这样做了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 这是上帝所喜悦的 把上帝所赐给我们的 归还一部分给上帝 这是上帝所喜悦的 所以他这样许愿 他也是这样做的 后来雅各经历了许多的艰难 他被他的舅舅骗了无数次 他被很多人欺负 颠沛流离 经过了许多的时间 终于有一天 他带着四个老婆 十二个儿子 还有很多的女儿 土人 财产 浩浩荡荡 像个军队一样 回到自己的家乡 他终于回来了 一进 归乡 然后呢 他兑现了他的诺言 他真的是 奉献十分之一给上帝 并且他带领他的全家 如常来敬拜上帝 这让我们看到 你许的愿 是要还愿的 如果你许了一个愿 上帝帮助你 你不还愿 你忘掉了 那是不可以的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 不要轻易许愿 因为这个东西是很厉害的 但是你许了愿 要还 也不要乱许 乱许的话也是不对的 第二 雅比斯改变命运的祷告 在历代之上 第四章九到十集 讲了一个历史 他说雅比斯比他众兄弟更尊贵 他母亲给他起名叫雅比斯 意思是说 我生他甚是痛苦 雅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 圣愿你赐福于我 扩展我的境界 残余无同在 保佑我不遭患乱 不受艰苦 神就应允他所求的 我们做一个基督徒 我们可以向神祷告 任何的事情都可以 你不要怕别人说 你很贪心 你很贪财 或者怎么样 没关系的 神有丰盛的慈爱 怜悯 乐意帮助我们 所以圣经说 我们要向他大大的张口 神就大大的充满我们 我们晓得在基督教的历史当中 有一个流派 那个流派叫什么呢 叫清教徒 最早是从英国来的 后来到了美国 那清教徒呢 他们是非常的敬畏上帝的 但是他们在生活当中 非常的严格 那清教徒的教会的那个牧师啊 他怎么讲你知道吗 如果你生了病 或者是你最近店里面生意不好 你来找牧师 你说哎呀牧师为我祷告一下 那个牧师是这样讲的 不要祷告 如果你生病 那也是属于上帝的旨意 你就忍受病痛吧 如果上帝叫你死 你就死 因为死了也很好 天堂很美 他是这样讲的 如果你最近事意不顺 那是他也说 不需要为你祷告 你也不需要 你不要跟神说 我要赚更多的钱 上帝给你多少 就得多少 你就顺服 他是这样讲的 那你一定要有很强大的心理 清心寡欲 你才能够做一个标准的清教徒 不然的话 你还是跟我们一样 做一个普通的基督徒比较好 因为我们可以向神祷告 说上帝啊 你一度的疾病 说上帝啊 你赤膊多一点 上帝啊 你让我的孩子更听话 更聪明一点 考试考得更好一点 没有问题 你可以这样祷告 就好像亚比斯一样 亚比斯怎么祷告 他说 圣愿你赐福给我 我们向自己天上的父亲祈求 没什么好难为情的 也不丢脸 我们为什么要相信神 跟随神 难道我们不是渴望神赐福给我 帮助我吗 这有什么好丢脸的吗 破绽我的境界 这个境界在原文里面 他指的是那个领地 土地 在古代 你有更多的土地 就是有更多的财富 在今天也是一样 土地很值钱 扩张我的境界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说 让我生意好一点吧 让我事业做得更大一点吧 一个店不够 开两个店 赚更多的钱 没有问题 你可以这样祷告 神会答应你的 如果你符合资格的话 他说 参与我同在 有神的同在 好得无比 你内心就于平安 就于喜乐 保佑我 不遭患难 受艰苦 所以他在祷告里面 讲了四件事情 自负 破章 同在 还有保佑 这都是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每一个普通人 我们在生活当中所需要的 你要吗 你要上帝赐福吗 你要上帝保佑吗 你要上帝的同在吗 你要上帝 扩张你的事业吗 当然要 但是 你做这样的祷告 不要觉得说 哎呀 我很贪心 你不要有这样的心理负担 因为圣经说 在神那里 有丰盛的怜悯 祈爱 祂乐意赏赐给我们 我们要大大的张口 祂就大大的赐福给我们 因此 在祷告当中 相声祈求 是可以的 你要满怀信心 但是你 你得到以后 你要跟上帝说 我不是为了荣耀我自己 乃是为了荣耀你的名 乃是 要奉献给你 来服侍你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祷告 怎么样 最后一句话 神就应援祂诉求的 上帝答应了祂的祷告 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祷告没有问题 说明 类似的祷告都没有问题 类似的祷告都没有问题 因为神应允了他 神答应了他 神也是这样赐福给他 所以 亚比斯 成为一个更尊贵的人 比他的众兄弟更尊贵 这个话是很有力量的 我知道很多兄弟姐妹之间都互相嫉妒 我想比哥哥更聪明 哥哥想说我要比弟弟赚更多的钱 很嫉妒 不能让他超过我 这个亚比斯在这个祷告里面得到上帝的赐福 所以他比他的众兄弟更加的尊贵 这是多么美好的福分 亚比斯这个名字什么意思呢 圣经又给我们解释 他妈妈说我要给他起名叫亚比斯 因为我生他的时候非常的痛苦 可能是一个非常困难的生产 所以亚比斯这个名字 在原文里面指的是 带来痛苦的人 弟兄姐妹 他是一个带来痛苦的人 他一出生给他的妈妈带来痛苦 他出生可能给他的家人带来痛苦 一个给别人带来痛苦的人 他自己肯定也是特别痛苦 在生活当中 你是一个给别人带来痛苦的人呢 还是给别人带来开心的人 还是给别人带来赐福的人 弟兄姐妹 你要想一想 如果你经常给别人造成麻烦 给别人带来痛苦 给你的家人带来痛苦 你要悔改 你要改一改你自己 你要到上帝的面前来祷告 你说上帝要赐福给我 把那一切的痛苦拿掉 你赐福给我让我能够成为一个给别人带来赐福的人 前几天 我有一个同学 小学的同学从意大利过来 我请他吃饭 我请了我另外几个同学 在瓦伦夏有很多我小学的同学 吃饭的时候呢 我另外两个同学还没有信耶稣 我就向他们传福音 信耶稣怎么好 然后我这个意大利过来的这个女同学 他说看叶牧师讲那么起劲 他说我也要做一个见证 他说他也要做一个见证 他讲什么呢 因为他全家在我们村是不信耶稣的 他爸爸妈妈是搞迷信 搞得很严的那种很厉害的 然后呢 他后来出嫁 嫁给了一个丈夫 他丈夫是个基督徒 他丈夫的家庭是个基督徒 所以呢他丈夫那边的亲戚 就向他传福音 说你也要信耶稣 但刚开始他是不信的 我不信 我们家是幸福的 但是后来呢 刚提婚的时候 他就说发现 不是不顺 什么事情都不顺利 养鸡鸡死了 养鸭鸭死了 倒插进去 长得不好 然后呢有一天 他终于崩溃了 因为他买了一头猪 那个猪也生病了 你知道在农村啊 我们一年才养一头猪 那头猪是 主要的收入来源 把那个猪肉卖掉 那个钱是可以 买什么化肥啊 买什么生活的那些调料品啊 所有的经济来源 是靠那个猪出来的 粮食呢 粮食我们自己都还不够吃 根本就不能卖了 因为我们在那边乡下的很苦的 那头猪还生病了 哇他就崩溃了 怎么办 然后这个时候有个人来 向他创福音 你要祷告 你要祷告 要求上帝改变你 改变你的命运 你看一切都不顺 只有耶稣能够帮助你 我不信啊 这个东西我不信 所以他就说 如果今天我这一头猪 能够死而复活的话 那头猪已经死了 你知道吗 这头猪能够死而复活的话 我就信耶稣 后来那个人就为他祷告 祷告完以后 神迹就出现了 那个猪就活过来 然后他就信了耶稣 他不就不信 因为他今年到这个神迹 他信了以后 他现在过得很幸福 他家有好几个兄弟姐妹 正如亚比斯的祷告一样 他在他所有的兄弟姐妹里面 是生活最好 赚钱最多 最幸福的那一个 正如亚比斯的一生 亚比斯比他众兄弟更最贵 他也比他的兄弟姐妹更好 因为他的兄弟姐妹都是不信主的 只有他一个人信主 耶稣改变了他的命运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看到神如何帮助我们 赐助我们 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要向他祈求 勇敢地 神乐意帮助我们 弟兄姐妹 正如亚比斯一样 他的命运被改变 一个给别人带来痛苦的人 最后是给他的家人带来祝福的 这是第二 第三 大卫近视的祷告 在撒姆尔记下 12章21到23集 记载了一个事情 就是大卫为他的孩子祷告 因为他的孩子生病 快要死了 但这个孩子呢 讲起来很丢脸 那个孩子呢 偷情生的 所以呢 那个孩子生病以后呢 大卫就一直祷告 一直祷告 然后上帝就派一个先知 来跟大卫讲 大卫啊 你不要祷告了 你祷告没用 上帝不会听的 因为上帝已经决定了 这个孩子必须要死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孩子生下来 不棺材 不棺材 他是不道德的 而且呢 你的敌人就会因为 你的这个孩子 而不断地攻击你 不断地想起你的罪 因为你跟别人偷情 生了这个孩子 明白吗 但是大卫不甘心 大卫每一天 尽时流泪祷告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可能明明知道 那个结果 无法改变 但是我们还是需要祷告的 我们还是需要祷告 圣经里面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讲到西西加王 西西加王 他生了一个重症 也是绝症 上帝同样也派天师 以赛亚去跟他讲 他说王啊 你不要祷告了 上帝已经告诉我了 说你今天这一关 你是过不去了 你的寿命已经到了 你就要死了 所以呢 先知讲完这个话 走掉以后 西西加王 一个人躺在船上 他仍然流泪祷告 他跟上帝说 上帝啊 我这一生 如此地相信你 侍奉你 敬畏你 带领犹大全国来 悔改认罪 为什么你就不能 让我多活几年呢 所以上帝听了 这个西西加王的祷告以后 上帝心意改变 虽然上帝说 按照你的命运 你今天是活不到明天了 但上帝说 你的祷告讲得太好了 而且你讲的每一句话 都有道理了 但上帝都没办法反驳 但你说好吧 我再给你十五年的生命 你看上帝都甚至改变了自己的心意 因为他的祷告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或许可以抱着这样一种心态 反正这个事情没有发生 我们不知道他未来会怎么样 因此在这一个事情还没有发生 没有结果的时候 我们总是可以祷告的 说不定上帝就听我们了 就好像西西加王一样 但是大卫这一次很可惜 上帝没有听他的 因为上帝说这个孩子留着实在不好 没有理由把他留下来 所以还是让他去天堂吧 因此 大卫流泪祷告 诗篇怎么讲 大卫每天不吃饭 进食流泪 整个人瘦下来 诗篇里面说 大卫说 我流的眼泪 可以把我的船飘起来 当然这是夸张的说法 因为大卫大卫是一个诗人啊 有文学的功底讲话非常的夸张啊 事实上 但他流了很多的眼泪 可能船都湿了 但是让船飘起来 那那当然是不可能的 所以他进食祷告不吃饭 最后孩子还是死了 所以在 沙漠记下12章21到23节 陈浦把这个孩子死的消息就告诉了大卫 告诉大卫 那些人呢 本来不敢讲 这么说 这样完蛋了 孩子死掉了 他说当孩子还活着的时候 这个大王就每天伤心都不得了 每天哭每天哭每天祷告 跟上离祈求 他说如果我们把他孩子死的消息 告诉大卫的话 恐怕大卫受不了 恐怕他接受不了 但是没办法 你不能瞒着他 于是 他们鼓起勇气 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卫 说王啊 不要哭了 你不要祷告了 孩子已经死掉了 大卫听到这个消息呢 你猜大卫干嘛 大卫马上起来 洗脸 洗澡 换上新衣服 然后说来赶紧给我摆饭 我要吃饭肚子饿了 所以他这个做法 他这个讲话 大家都接受不了 你知道吗 所以在二十一集的时候 陈浦问他说 你所醒的是什么意思呢 你这样的做法 我们接受不了 刚才你还那么伤心 现在孩子死了 好 你怎么变得开心起来了 那你为孩子哭泣是真的还是假的 他说孩子活着的时候 你净死哭泣 孩子死了 你倒起来吃饭 孩子死了 你不是应该更伤心吗 你应该更加吃不下饭 对不对 所以大卫就回答说 孩子还活着 我净死哭泣 因为我想 因为我想 或者耶和华连续我 使孩子不死也未可知 所以既然孩子还没有死 所以我就努力地祷告 希望孩子能够活下来 说不定 我哪一句话能够打动上帝 上帝发出他的怜悯和慈悲 就让孩子活下来呢 所以事情没有发生 我们总要努力 我们总要祷告 因为结果我们不可知 就好像西西家王一样 上帝医治了他 当然大卫这个孩子 上帝没有医治 他说既然孩子死了 我何必进食 我岂能使他返回呢 他很勇敢的 很理性的接受了现实 既然事情 结果明朗已经发生了 孩子已经死掉了 那我们就接受 担心是没有用的 孩子在天堂也过得很好 免得他在世上被人指指点点 活着可能一辈子也不开心 有心理阴影 大卫的这个祷告 是我们很多的时候需要在祷告当中学习的一个心态 我们要努力祷告 禁食祷告 通常我们比较不激进的禁食的方法 就是每天禁食一顿饭 顺便可以减肥 符合现在168的原则 16个小时不吃 8个小时吃 另外一顿饭 禁食 上帝我要禁食 但是呢 你如果是为了减肥 你就不要说我是为了禁食 你不要混淆这个观念 但是呢 禁食祷告一个很重要的要点 就是你每次感到肚子饿的时候 你就要祷告 你就要忧伤的迫切的祷告 说神啊 你真的要为这个事情帮助我 所以通常的一个温和的做法 每天禁食一顿饭 你真的为某一个事情 特别恳气的去祈求 你去禁食 我平时很少禁食 重大的事情 我才禁食 一般情况下不需要禁食 就先来帮助我们 我们可以禁食祷告 因为神特别赐福禁食祷告 所以大卫为他的孩子 禁食祷告最后没用 然后呢 大卫起来 接受了这个现实 起来 提脸 吃饭 日子还是要过的 我们要勇敢面对 我们命运当中 所发生的这一切 好的或者是不好的 上帝 总有他美好的词意 正如传道书 所告诉我们的 神让我们在生命当中 经历这一切 为的是要磨炼我们 让我们变得更加成熟和智慧 上帝对于他美好的词意 这是大卫进士的祷告 他的态度 他的心态 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这是第三 第四 保罗流泪的祷告 在十字星传二十章 二十九到三十一节 保罗讲这么一句话 他说我知道我去之后 去就是离开 他要离开 以不属教会 必有凶暴的财狼 进入你们中间 不爱惜羊群 就是你们中间 也必有人起来 说备妙的话 要引诱门徒 跟从他们 所以你们应当警醒 纪念我三年之久 昼夜不住的流泪 劝诫你们个人 使徒保罗回忆 他过去在 以不属这个教会的经历 他在那边待了三年 牧羊以不属的教会 当年的时间 然后他说 那三年 我在干嘛 我昼夜不停的流泪 劝诫你们个人 因为当时教会 发生了很严重的问题 你想象一下 那三年的时间 容易吗 使徒保罗是谁啊 他是教会历史上 最伟大的使徒 最伟大的牧师 最伟大的传道者 他的口才一流 可以跟雅典那些 哲学家辩论不输的 他可以行神迹 可以叫死人复活 他能够做任何 他想做的事情 读者咬他 他都不死 但是他今天居然 软弱到一个地步 昼夜不停的流泪 你想一想 这是一个英雄人物的形象吗 这是一个大牧师的样子吗 他为什么那么软弱 为什么那么痛苦 为什么那么伤心 用什么 为了教会 为了教会 所以你想一想 有的时候 你会让别人流泪吗 当然我不是说 你抛弃人家 让人家失恋了 你在生活当中 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会让别人流泪吗 你会伤害别人吗 我们要看到 使徒保罗 他为什么 昼夜不停的流泪 有三种解释 第一种 第一种说 因为保罗的眼睛不好 经常流眼泪 第二种 是说 他每一次 跟人家一讲话 他就流眼泪 第三种 是说 他每次一祷告 他就流眼泪 我觉得这三种情况 都是有的 但是最重要的是 他每一次一祷告 他就流泪 他的眼睛确实不好 因为他在大马色的路上 被那个墙光 照着他的眼睛 他的眼睛受伤以后 一直是有点问题的 不管怎么样 保罗 作为一个伟大的使徒 团道者 他为了一个教会 三年之久 流泪的祷告 这个流泪的祷告 是我们要学习的 一种态度 我的西米亚语名字 也叫巴布罗 意思就是说 保罗 因为我是以保罗为我的 开模 我很敬佩保罗 我很喜欢保罗 我也学习保罗 我希望能够像保罗一样 有那么好的口才 保罗说 我其貌不远 言语出属 但是我的知识 却不出属 这句话 深深地打动了我 我也是 其貌不言 言语出属 但是我的知识 也是很厉害的 所以我向他学习 你仔细读 保罗的书信 你要找到 保罗这个人物的性格 和他的整个形象 你会发现 保罗经常怎么讲话 保罗说 他说 我本来是可以命令你们 为什么 我是使徒 我有属灵的权命 我本来可以命令你们 你应该要这样做 但是保罗说 我宁可劝你们 命令跟劝是不一样的 你看 他那么有权威的一个人 但是他做事情的时候 却那样的温柔 明白吗 保罗说 上帝叫我来 不是为了挟制你们 不是为了控制你们 我是一个教会的领袖 你们谁谁都要听我的 我不是为了控制你们 你这个也不能做 那个也不能做 不是的 这不是牧羊教会的方法 所以在我们生命团 没有那么多规条的 没有 我们都是以爱和信心 来到上帝的面前 我们不讲那些规矩 那些都是没用的 如果你要讲规矩 要讲规条 你去救医就好了 救医里面有很多的律法 但是律法不能够让人变好 所以保罗牧羊教会的方式 他是用爱来牧羊的 他不是高高在上 他不是说 你们这些不听话的人 好吧 我想个手段 全部把你们干掉 没有 他不是这样的 他也不骂他们 他也不命令他们 说我劝你们 我用上帝的真理来劝你们 希望你们能够明白 他这是一种什么方式 这是 主耶稣的方式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 为全人类而死 主耶稣不是用他的武力 来征服世界 主耶稣也不是用仇恨 来征服世界 虽然仇恨是充满了力量的 主耶稣征服世界是用爱 他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舍弃了他的生命 他忍受了一切的屈辱 嘲笑 背叛打击和伤害 他用爱来征服这个世界 所以圣经说 耶稣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 用他的爱来吸引所有的人归向他 所以这是一种 耶稣的方式 保罗也是用这样的方式 来牧养教会的 所以他是劝见你们 他为什么要流眼泪 他本来可以不用流眼泪的 他下个命令就好了 或者他玩弄一个全数就好了 他开个会把你们解决掉 但是他没有 他要注意不停的流泪 三年之间为他们祷告 为他们祷告 来劝他们 希望他们能够真的自己醒悟 从迷途那里悔改过来 这是一种祷告的方法 而这个方法背后是爱 因为他爱他们 这不是一种政治斗争 斗争必须要用仇恨的方法 但这是教会 这是必须要用爱的地方 这个使徒保罗真的 他说我是效法耶稣的 他完全有资格讲这一句话 因为他真的是照耶稣的真理去做的 所以他昼夜不停的流泪 流泪是一种软弱的形象 而这个形象正是表达了 他对教会的爱 对弟兄姊妹的爱 甚至在教会里面 有的人也反对他 有的人诬陷他 有的人说保罗是不对的 有的人说保罗根本就没有资格做牧师 他要面对这一切 所以他是用这种爱的方法 软弱的方法 流泪的方法 祷告的方法 来帮助这个教会 让这个教会最终走上了正路 行走在上帝的正路里面 所以最近几年 我去辅导那些父母亲的时候 尤其是很多家庭 家里面有十五六岁的孩子 青春叛逆期 不听话 我最近几年辅导他们的时候 我就讲一句话 我就讲一句话 我说 你们跟孩子讲什么道理 孩子都不会听的 你甚至打他没用 你打他他叫警察 所以我就劝告这些父母亲 唯一的一个方法 就是耶稣的方法 就是使徒保罗的方法 你要让你的孩子知道 你是爱他的 这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家中正好有叛逆的孩子 你要留心这个方法 为什么 以我的经验 我看了很多年轻人的成长 很多年轻人小的时候很坏 但到了30岁 不用你教 他会变好的 因为生活会教会他的 他在社会上遇到的所有的挫折 会让他明白的 只不过他明白的比较晚而已 所以最重要的是 你要让他明白 爸爸妈妈做任何的东西 都是因为爱你 但是呢 这个东西不是靠嘴巴讲的 靠嘴巴讲是没用的 你说哎呀 妈妈给你讲这么多 都是为了爱你 这句话千万不要讲 他们最讨厌这句话 你知道吗 你以爱的名义来捆绑我吗 没用的 你要做 你要表现出对他的理解 对他的支持 明白吗 不管你做什么都支持你 哪怕你走上了一个错误的道路 没关系的 因为 错误的道路走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他碰到那个墙 他被墙转了 他会回来的 如果他不被那个墙转 他是永远不会回来的 有一些苦是一定要吃的 有一些挫折 一定要经历的 有一些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父母亲要学会这种心态 所以我说 你唯一可以做的是要让他知道 爸爸妈妈真的是爱你的 如果他有这样的爱在他的心里面 有一天 他就会想起父母的爱 他会泪流满面的 真的 不然的话 他想起父母每天骂我 那完蛋了 他心里面没有那种爱 他找不到心灵的家乡 在基督教的历史上有一个很伟大的神学家叫奥古斯丁 我们都晓得 他在三十二岁之前 是 无作非为 犯重情欲 他的妈妈 是虔诚的基督徒每天为这个孩子祷告 根据他自己在他的忏悔录 这是人类历史的第一本忏悔录 后来很多人喜忏悔录都是跟他学的 他就讲他的妈妈 每天为他流泪祷告 流泪祷告希望这个烂子能够回头 他从来不听 他不听妈妈的 不过他其中有一句话讲得很好 他说虽然我不听我妈妈的但是我每一次见到我的妈妈 我都内心感到很害怕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我妈妈爱我 而且我知道我妈妈很伤心 我不希望一个爱我的人为我那样的伤心 你明白吗 这是爱的力量 这是爱的力量 比你骂他比你打他更加有效 所以这种力量在他的心里面 他是一个是一个种子 在他心里面会发扬 所以他他他他在心里面有一天他会想 啊我不应该这样 我不应该让让我的妈妈那样的伤心 我是不是要要改变一下我的生活方式 我是不是要要悔改 是不是要离开我过去那个错误的生活 那是一种力量 所以一直到他32岁的时候 他得到了上帝的护照 他听到隔壁房子有一个小孩子说 拿起来读吧 拿起来读吧 他身边有一本圣经 他打开圣经 翻到罗马书 读到上帝的给他的一句话 要离开过去那种欢迎醉酒的生活 他在基督里面 披戴耶稣做一个新造的人 圣经的话进到他的脑子里面 他放弃了他以前所有的什么 哲学思想高言大志 皈依在耶稣的面前 悔改认罪 第二年就受洗 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后来成为教会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神学家 也是最伟大的一个哲学家 他的神学的著作 在整个基督教的历史上 具有权威的地位 不管是天主教徒 还是基督徒 还是东征教徒 都非常的尊敬他 今天你在欧洲旅行 你会看到很多的教会 很多的修道院 都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叫圣奥古斯丁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看到他生命的改变 当然上帝呼召他 不过他母亲的爱 在他的心中一直是有力量的 那是一个种子 因为他深深地感受到 妈妈对他真实的爱 以及他是如何让他的妈妈伤心 这是一种爱的方法 爱的方法能够让我们赢得一切 而不是用其他的手段 不是玩弄政治 不是律法 不是说教 那些都没用 所以使徒保罗 他说我三年之久 注意不住的流泪祷告 我劝告你们 劝告你们 当然我可以开一个大会 把你们赶出去从教会 很简单 但那不是耶稣的方法 我要用爱来挽回你们的生命 让你们的灵魂能够进到天堂 能够享受上帝的赐福 这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该如何祷告 有的时候有的事情 我们不能暂时改变 但是我们要很久忍耐地祷告 就要像奥古斯丁的妈妈一样 保罗祷告了三年 奥古斯丁的妈妈祷告了三十年 三十年啊 一直到三十二岁的时候 他的儿子才悔改 所以你想一想 你家孩子几岁还来得及啊 时间还有很多 今天我要跟大家讲 祷告的这个范本 这个祷告的版样 第一 雅各许愿的祷告 第二 雅比斯改变命运的祷告 第三 大卫进士的祷告 第四 保罗流泪的祷告 愿神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更加深入的去学习 去体验 祷告这个事情 让我们在祷告当中 向神祈求 向神开口 神会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祷告